誰跟他比較好 誰跟他比較好 我覺得應該死子吧 因為為什麼跟他沒有什麼念過 他倆會希望 會比較好 張立東口上床姊姊 倆倆正式輕便 希望她走得歸屬 喔有船 上床 上床 喔有 是床 上床 躺躺著那個船 張立東的廢紋對象 已從熊熊換到了阿樂 再從阿樂換到了蘭蘭 再從蘭蘭換到了子子 高得小便好論了 網友還扯出張立東跟子子上床了 對此蘭蘭經期出席活動時 脫口已經跟張立東沒有聯絡 難道曖昧真的讓人受盡委屈嗎 他有一次我們一起出外景 然後他就說蘭蘭你經過我的一輩子 就要數值了 因為我想跟你一輩子 喔一輩子 雖然不是台南人 但我可能成為他男人 阿樂這個表現沒話說 我因為我只有看他的表現 他表現很差 很好啊 他受傷了 阿樂好嗎 受傷了啦 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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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看房子那你也不用看啊 我家就可以住了啊 他也叫我住他家 他也叫我住他家 來啊 廣直福田 你落後的 誰誰 張立東 不是不是 沒有 完全沒有 誰跟他比較好 我覺得應該只是吧 因為我目前跟他沒有什麼聯絡 嗯 哈哈 你好再見 不是完全不是 我完全不會辭出這些事情 瓜哥吧 乃哥成哥 最近也有 憲哥也有合作到 所以就覺得 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跟在這些大哥身邊 太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希望他趕快早日 找到他的 黑大哥 不是找到他的 龜屬 他可能 他可能 有別的 對象之類的 不是 他就是一直以來節目上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是說他 各個節目上 他不是都會 之前是熊熊嗎 然後阿樂 就是 然後再來是我 阿樂還很開心說 終於換你了 阿樂還會希望男生 都要專一會比較好啊 動光怪貌是什麼類型 呃 我不看外表 對 趕快把他切割掉 我剛剛有說 我的理想型 就是大骨翔瓶 我那時候有去找他的 類型 他有說 第一點就是他要 會講英文 第二點是 他要會運動 第三點是 他身高要超過一百七 我一點都沒有服 哈哈哈哈 大骨翔瓶 他大骨翔瓶咧 有啦 有啦 你不要再停留在那裡了 難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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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骨翔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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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